图片你看得到吗 因为它是在居庙可能看得不到 它说采收一百多公斤的秋葵了 最近没有很明显的问题 但是最近一直发生有色差的现象 包括导游都是白白 幼灾的时候有罐训状药包感染菌 菌根菌还有龙林菌 开发结果有用由于索安吉桑和家手 做庙面部位来使用 四方是碰厚地 这几天采收都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好像每一棵都有这样的状况产生 你请不请教老师 这个确实看不到 我知道菌没有你看不到 因为我请不传给你也没办法 没关系这个部分听起来 就是说我们所看到这个问题 感受到的应该可以知道 它有些色差 它有些时候就是说 它的那个表面 表面的这个所在那种一个什么 邀叫还是什么样的 这有两种状况 我们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说 就是说 比如说它在这个 当中的状况在某一种的这个所在 某一种温度之下 它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变化 它那时候刚刚开灰 刚刚在叼割的时候 刚刚开灰 它就比较容易有这种 这个 哪从生一粒一粒 稍微扣扣扣扣扣扣扣 所以这和这个温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就是说 是不是那段时间刚刚开灰 都叼割的那个时间 刚刚有一个这个 这个变化 这不需要改变 差不多十八度那种就成了 所以如果有这种状况 就会变成那种 泡泡泡泡泡泡 有时候一粒一粒 刚刚在叼割的时候 蜿蜊就看得出来 如果它那是没这样 瘦瘦 就是说它没这样泡泡 没稍微泡泡 这样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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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時間我們說火台 在火的那段時間他就去加到 加到之後 他就會去這個問題找出來 所以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些參考 就是說 這個像你看到 如果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大概會去遇到應該是這兩種 一種就是薄薄 這應該是這個結溫 就是說那個形 稍微薄 不說很薄 稍微薄薄 但是那是應該是 在這個結溫 這應該是一種 這個生理上的一個障礙 當然 你如果是結溫一層吃肥 他會在那裡 算得很耐寒 有一點點的動作 但是正經如果是那個 也是沒有效果 就是說我們也試試聽說過 比較適合 在這方面 有什麼一種的困難 在那裡 所以這個大概去遇到的 這個情形是這樣 所以這個第一次 先讓你做一個了解 大概我們 所知道的有可能 還有一個氣味 氣味 但是他的平平 應該這兩種都有可能 因為雙邊不好也沒看到 如果看到雙邊 應該就有一個比較把握 就是說他最情形 但是我在推斷 理論上來說 應該 如果是像我們聽雙邊說的 這個形容 有看到他 打瓦這樣 這應該是去看得到的 就是說他比較冷 所以變成 在這隻家裡 就去消化 有一點的零零 這個零零 這個問題上是這樣 這個給我們好朋友 稍後來 這個了解到 好 嗯 好 好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